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講萬咬者幫》 我們講一下 講一下我們有一段時間沒有講的書 《溫瑞安群合傳義》 好像說很慘 讚人熱 我們是不是要溫柔一點 溫柔一點 你今晚做溫柔女俠 很慘 因為人們說很慘 Charles說很慘 故意探索了圖 跟現實事件也有關係 近來的小動物 證明藥畜是很嚴重的 這次朱順水真是糟糕 你殺了一隻狗 一定會糟糕 因為他事前 搞大他 上次不是說到兩個七雙魚 剛剛在墓碑背對背 一陰一樣 然後就順便解釋 究竟這個世界是黃小石之迷 其實有幾樣東西 首先他講了這個白仇 不是這個蘇夢菲 其實就是白仇菲 其實原來是Crossplay扮他的 當年他跟黃小石一別之後 就看到有一個人和他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即是這個世界 依然是有白仇菲和黃小石這兩個人 然後就跟了蘇夢菲半年 總之知道他的事 連他初戀什麼都知道 然後就殺了他 然後就用不知什麼化蜜 把自己催眠做蘇夢菲 另外一段就是 關七遇到天下第七 想他討論一些很哲學性的問題 例如 究竟 潛建了 封了他 算不算潛建 是啊 如果一條女兒醜樣 我又強姦了他 可不可以玩 因為其實他也是第一次 封了他潛建 這就是封建 哎呦 那不是太好 那些死了可不可以結爆兄弟 那些住室 也知道這兩人是封鎖的 在這個時候 都不夠梁振英 和拿回封鎖的封鎖 當然 這兩個人都是智障 他們是看下事 他們是特殊總管 然後天下第七就透了 這個世界的黃小石給他聽 其實天下第七就見過他的 但是沒有殺他 為什麼呢 就不夠他打 而那些人很有趣 亦都發現了原來這個世界的黃小石 其實都是跟關七一樣 是由他的世界來的 因為他講了當日 就是上一輯的時候 只有他跟關七才知道的一些秘密 還有他自己都認了說 即是結拜兄弟 還有未來啊 宋朝滅亡啊 上太空那些兄弟 最主要是他講了 那時候已經有宇宙兄弟 他兩個真的是宇宙兄弟 最主要是他講了 這個世界有第二個宋朝 即是他都知道有平衡宇宙這件事 其實是否第一次正式揭曉 現在說的是一個平衡宇宙呢 而且 也算說得很明 除了關七以外 連黃小石都可以這樣穿梭時空 其實這裏真的要拆的 要解釋的 因為關七可以穿梭時空 尚且有多些能力去說明他是可以的 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說他有什麼能力 為什麼可以穿梭時空 如果你說他由宋朝回到來 因為總共破砌梦然劍氣 黃小石都可以吃 在第十最後 Anyways 然後最後講講講講 原來一直跟著那隻狗 是黃小石一樣的 就是走狗 叫黃馬蛋 其實這幕我覺得寫得蠻好的 雖然我覺得是極度極度極度 極度極度的表達手法 首先 旁馬就說 當關七知道他再找不到黃小石的時候 這隻狗竟然是他和黃小石之間的唯一連繫 他很開心 但是如果當關七知道 即是他轉頭 轉頭 首先是一個 一隻狗 的大頭 大頭 我已經開始講髒話了 見到這個時候 下一格 就是關七的close up 就說 但是如果他沒有這隻狗 若我意思 他沒有這隻狗 會怎樣 然後再揭 就是見到 孫潤水 原來就耍一隻狗 拿著狗頭 其實效果是做得很好的 但是我真的略嫌 他騙格 就騙得太厲害了 我也同意 因為其實呢 在同樣接近的一個 怎麼說呢 形態 其實我想 施迪和阿朗都應該會記得 在海虎 應該第二輯尾 刺藍 撞了海虎 他們兩個打完之後 誰贏呢 然後是海虎的頭 然後最後發現原來就是 刺藍拿著海虎的頭 翻出來 那個這樣的形態 當時是沒有覺得 那麼欺騙格數 為什麼呢 因為海虎的頭不是全版的 結果他不會連續兩版全版 而其實之後刺藍 騙著海虎的頭 他用了一版 即是用了一版多 大約三分一格 即是三分一版 一有三分一版 就已經present了現在 劍橋用了四版來present的東西 即是這個就是那種比較 所以為什麼你看起來會 有些騙格數 你想想其實關七那一格 他是不需要去到這個地步 即是因為你看回 我覺得黃八蛋衛走狗這一格 他用大頭 我猜大家都驚訝的 因為他剛剛轉一轉葉 但是跟著你同樣要用回 他又沒有一些很強烈的 譬如集中線 或者速度線 去展現 或者是 他有一點點 但是不夠強 我覺得有兩種的 他既沒有用很明顯的 集中線或者速度線 去展現他那種shocking 而他這一格是靜態的 即是 somehow變了一種靜態的感覺 跟前面那一頁那一格一樣 即是說 即是把他直接調整成黑白 其實那個反應是一樣的 那你就重複了 那你比較出來 這一格 其實你不是為了要營造 後面要做一個跨板 故意要找東西放在這一格 這個就是 turn out 變了整個節奏都處理得不好 而且關出的反應很慢 你覺得 呃 嘩 走 走 走 最後花板的反應 其實跟前面那頁 又是很像的 不夠前面好 即是你反而覺得 明明之前 尾三頁已經變成這樣 但是 那小頁變成 反而是為了 你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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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 都被胡杏儀那樣拱揚出來 其實他三頁 即是這三頁 有關關七的那個表情 其實跟那個表達 是一模一樣的 他是不斷地重複用 這件事 走出來 他會不會是驚訝 是因為 其實 其實這個不是朱順水來的 其實 即是 走狗 就拿著了朱順水 哈哈哈哈 但是 雖然 最後這幾版就頗握 還有那個 運用得不太好 但是 因為之前那裡 交代的東西 都幾多 情報量幾舊 所以 整體 都可以接受 是啊 其實 其實你看到之前 他很多都是三格一頁 啊 四格一頁 但是 都可以接受到的 那個故事去得不錯 因為真的有推進 但是你說整體的話 他的面相真是 即是面 即是我會用面容扭曲 來形容 他們這班主角的 小民當年 在《法公報》 經常用你一句 面容扭曲 五官而為 我記得阿施力他 揭道第26期 因為有一段是講 關七發夢 見到黃小石 那個黃小石的樣子 是呢 你仔細就知道 在第二個 在第二個平衡世界 走過你的黃小石 哈哈 哪有這麼嚴殘的黃小石 啊 正正因為這個是幻想出來 的樣子不一樣 他故意報局告訴你 這個不是真的 黃小石 我覺得真是神經病 你真是 如果你用那格 來代表司徒劍橋 你會覺得這個人 真是不懂畫畫 即是飄忽得很厲害 還有Q版多了很多 我的感覺 太多了 平均地多 以前可能一 兩、三頁 兩頁左右 的格數是 有Q版 但現在 會密集到 他又不是真的 突然間 實際 關七有一個Q版 而我覺得那一刻 是 即是不一定 不需要用Q版 很簡單 即是濫用了 有少少 那跟著他之後 最後就 啊 終於是斑馬來 但是 關七就 又二一滴白 又吸他的耐力 又殺 嘩 這段真是瘋狂 即是上一節 又瘋狂 即是第28期的頭二十頁 又瘋狂 即是我是很久沒看到 一種 覺得很激昂的一種感覺 因為他這二十頁瘋狂殺戮 其實是寫得很出色 即是包括畫面 即是 吸人那些 化原有道 即是 超級的 船風破體無形劍器 即是我上次幫他改了這個名字 船風破體無形劍器 跟著說 因為他最初是一個 即是關七這個人是瘋狂的 他 他那種 即是平時會跟你瘋狂的 或者跟你鬥嘴 跟著 反而是因為這一次 即是 朱順水殺了一隻狗 跟著 他 突然之間很沉靜 你其實在看的時候 你已經感覺到 他一定會展開一場超瘋狂的殺戮 即是他一定會爆了 即是他一定會爆了 而整個 即是整個 十幾二十頁呢 他那個過程呢 他那個過程呢 是 run得很純 大部分的構圖 都很漂亮 呃 沒有什麼 即是老實說 以老劍的 即是最近 或者是近幾年 他這一幕是給我看得 最有感覺的一段 一段 一段戲 寫得很好 因為整段戲是這樣的 關室很平靜 叫你給我狗頭 讓我撞一下 先撞一下 撞完 然後回頭 你們是否 為何覺得我 為何這麼靜 因為我不想嚇走這狗 然後一揭開第二頁 就看到他 一下子爆了十幾支 破體模型劍器出來 然後 不斷在那裡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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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由第八頁一路殺到第二十頁 是十二頁的內文 但是 是沒有覺得 譬如是 騙板位啊 或者是 救派啊 因為那些 跨板是應該跨板的 是的 那個氣氛做得很好 即是我想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 我很久 他自從關七這個角色以外 其實天綠的朱元璋 大部分開頭 都給了一種 這個真的是一個主角來的 那種感覺 你是希望他贏的 縱使什麼地步都好 你都希望他贏的 一個這樣的角色的設定 所以他這一下爆 我是 都 都有些共鳴和激動在裡面的 與之相比上一輯的時候 有一幕是為少關七的 那一幕出了很多人 很多有名有姓 有什麼計謀 車輪戰 有食蚵 是的 但是 我覺得都不及今次 這場 為少關七這一線 射得夠精彩 還有那個迫力 因為那些 你覺得他就著就著 這幕是他完全發洩出來的 好像 Drum那些 很流行輪流出招 反而就阻礙了 這幾期打得就暢順了很多 因為那一段我們略嫌 其實你看到我們的看法是constance 其實那一段的打法 有點像風神奇的意 不過是由若干 這個聖皇對子羽 那個聖皇對阿九 或者李靖對阿九 然後這個聖皇對逆天而行 變成逐個逐個去對關七 但是我們反而覺得關七更加可愛 就是因為當時他會越戰越弱 但是我們對這一類的橋段 我們都不喜歡 我們大致上對這一類的橋段 都會覺得很沉悶 不斷地重複 但是 他這個 第28期的第29月 可不可以打到頭 自己掉了 掉了 掉了 突然間 不是 是跳舞 很多舞蹈都是這樣 Break dance 你看變魔術 是呀 即是突然間 欸! 藍魔術 是呀 哦 哦 劍橋 夠東西 那算掉了 他也不是掉到肚子裡 不是 那他的功力不夠藍魔術 你試試看關七來到現代 跟藍魔術打輸 你很緊 這場就算是關七對著那班 是朱順水下面那些 什麼黃那些 流羅那樣 但是 用的招式 鏡頭那些 全部都是有心思機的 是啊 無論是 虎欠鏡 或者是 軟鏡 拉近 殺人手法的表達 是啊 你看到他很多遍 那個 軟近感 什麼時候下 close-up 什麼時候要 zoom in 什麼時候zoom out 都下得很準確 順便說回 第26期的第23頁那裏 關七在船上 對著天下底七的時候 那一頁畫工 就不算頂級 但是那個構圖 也是很有氣氛的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應該都要拿回來看看 所以這一段我其實 老實說我看得很高興 這一段 對著故事 一直就 抹開了三條支線 第一條就是 說回蘇夢枕 和白仇飛 白仇飛 其實說 初頭有 不知道前一兩期 有說 蘇夢枕揭穿了 原來白仇飛 不是白仇飛 原來不是的 是士女公而已 又是家讀者 蘇 蘇夢枕 蘇夢枕 四個人來的 白仇飛 蘇夢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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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穿了白仇飛 假扮他弟弟這件事 但其實是騙著者 因為這裏說到白仇飛 即是覺醒了 知道自己是白仇飛 當他催眠完自己 但在音差揚錯之下 開始回復真實記憶 哦 是不是有人剛才跟他說 不用問阿貴 就是 發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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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吃橙蛋 他那裏主要是說蘇夢枕 蘇夢枕 原來又有病化了 因為那個 神醫賴 不知什麼 拉布依 拉若兒 就跟他說 你一年之內 最好不要運工 原來又不是復發 他就很明顯不聽別人說 哦 膽固神高 血枝高 那些 你一年之內 不要吃那麼多豬肉 一噸算多 一年吃一噸 解算多 因為他知道自己 和習近平的決戰 怕死 所以就把自己這套 紅袖刀法 傳給他弟弟弟 之前就試他 的功力去那邊 等讀者們吃一驚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線 就說回李沉舟那邊 李沉舟就說他的二弟 原來閃了 劉悟就說 不用擔心他的 但是其實他老婆 就覺得他為何這麼苦惱 他就說 哎 我現在就算和他們同盟了 贏的不是 燃狂套就是 蘇夢 就是關我什麼事 還有我一套 翻天三十六期 只剩一半 哎不夠打了 不夠打了 都頂了 然後他老婆就說 趙思雄 趙思雄就說 你這樣 你忘記了最重要的事情 他就沒有說 我想都是幫他鬥心 你有沒有看到勝義啊 沒有 當然是幫他 哈哈哈哈 賭盒 叫賭盒 叫賭盒 有沒有感覺 差點 哈哈哈哈 嘲諾一點 嘲諾一點就不同 那第三條線 就說關七 都抄了朱潤水的男人 其實開始弱了朱潤水 還想吸收他的功力 但是這個時候 如果大家記得第一輯的劇情的話 其實他這套劇情 吸了太多人的內空 是會瘋的 他就變回 曹理良 他什麼都 他好像skip了 他忘記了黃小石 和一九結拜 那些 但是他就黏了天下第七 看看會有什麼發生 這個 OK的 這樣的走向 其實挺有趣 因為關七都正派了一段太長的時間 那 反而現在 中間會多生變數 還有因為他來這個世界 主要的目的是找黃小石 黃小石也死了 如果要找個辦法 逛一條線 就是搞到他瘋了 覺得 為什麼我門派被演狂奪了 他就可以去找他尋仇 其實黃小石是否真的死 我還存了一些甜蜜 其實都是 我也同意 因為如果不是 其實故事就沒有用了 故事本身整個佈置是浪費了 你去到哪裏 你去到哪裏完 是否叫殺了 現狂奪就完 老實說 其實以關七和現狂奪的身份 和關係 本身都可以開場拖 是不需要特意 設一個這麼高的仇恨框架 他們已經可以開拖 而到最後 假設 他沒有機會可以 因為這個黃小石 就是原本他那個時空的黃小石 如果他無法帶走 或者和黃小石一起帶走 回到自己的世界雙宿雙妻的話 Earth 616 隨便吧 就是 一起來打齊 那些反對性經樣歧視條例的諮詢 那些混蛋 那就不夠好 所以我也覺得 其實我直覺覺得 或者是主觀期望 與其說是直覺 主觀期望他還沒有死 不過呢 在這個平行時空 雖然這個平行時空的黃小石 都是原先的平行時空 他側寫感覺上 沒有這麼討厭 討好一點 因為他沒有了相片 屌你 出現了夢境 即是他是由 關七想出來的 你看到的黃小石 回憶都總是美好的 老寶 以前都是OK的 不是回憶的 老寶 你不會幻想和你吵架 尤其是在家裡的時候 好像很有感受 很感動 很感觸 所以接下來 會感覺到連續幾個高潮位 可不可以在EARTH2517 找另一個黃小石過來 但是EARTH2517 就沒有了那個黃小石 很麻煩 到時候 現在也沒有了黃小石 還有原本的 就是這裡的關七 對 這裡也沒有了 隨便在隔壁店 叫 好像花園街的波鞋 看中這款 沒有我 當然是波鞋 好像麥當勞 不夠人 隔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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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啊 阿Tim好像很想說這本 很想連那些少林神 不就是想說這本 我未買 我未買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們現在都習慣了存幾期書來講 打花龍門 每一期都是 這麼精彩的 說那些話 我們存兩期已經覺得很辛苦 好 因為真的很好笑 第652期 總第1932期 是不是最新的期 不是啊 上個星期 因為上一期我們就說到 老邪神 上個星期最新 應該是 在對上個星期 就是 老邪神突然走進來 警示廳 然後就 揭破了 喂喂 等等 說兩句 原來道比有推介 鬼王天公傳 他有說兩句 是 同行 好有大慶然最近 繪畫了一本個人作品 鬼王天公傳 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故事由海洋提供 雖然故事美漢 但傳說均由大慶然編故 會肯有個人風格 說完 編是他嗎 都可以的 因為他也是主編 所以他也有收拾過 肥良的球 好像聽說 對 如果下次收拾肥良一劑 可能會比較好 對 很有信心 有兩句 推介 對 耶 好了 當老邪神一進來 哈哈 捉了你幾十年 你們兩個傢伙 還不讓我捉到你們兩個 那些叫什麼 奸情 警黑勾結 警黑勾結 和妨礙司法公正 私相授受 諸如此類 菊次郎 你知法犯法隱瞞證據 足以令你交易 官座奴呢 那這些事情 其實是跟屋宇署那些官說的 但是菊次郎沒有人的功力這麼深厚 他馬上捉了底 流汗在這裏 他兩個人直接跳出來 哪有啊 他應該是要等司法程序完結 才再出來和老邪神交代 你留意到他講大話才會滴汗 而且眼睛斜上這樣看 菊次郎如果學得足應該說 我的證據未呈上庭的時候 嚴格上來說 我都未算防司法公正 或者他其實不知道 不記得 可能是一時疏忽 或者是書面回覆 或者他是第一次處理證據 對 處理他朋友的罪證 對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處理得好些 然後羅范招婚 即是旁邊這個女生 羅范招婚 這個叫什麼名字 美子 羅范美子 你回去問一下你的家人 每一個人 都有機會曾經為朋友隱瞞過 就是這樣 原來是不可以找朋友出來商量的 是的 結果呢 他這樣說 小虎就懶惰了 因為他知道被人踢爆了 不是 老斜神 然後 老斜神就說 黃小虎 我們又見面了 喂 他只不過是說了一句 黃小虎 我們又見面了 然後黃小虎說 你竟然惡人先告狀 我又想執政 我跟你們說 我們又見面了 黃小虎 怎麼惡人先告狀 不是 他 我幫他撿一下 他意思是說 他說他房屋師或公正是惡人先告狀 知道為什麼嗎 多數那些 沒得鬥的人 就先罵你 就像羅范招婚一樣 就問你有沒有做 你有做 每天都有機會僭建 那就是我沒有錯 但是 他是不是連招呼和告狀都分不清楚 不是 老斜神的確說過之前那一頁 說過 是來告狀的 黃小虎說完這句之後 他說是來告狀 就是他看通了他的意圖 老斜神只是盡了公民責任 到時候 他手上的證據 能不能指控石黑龍 應該就交給這個法庭 他不 搞清楚 他不是盡公民責任 他是尋求司法救濟 是 你說老邪神 是 他是 怎麼說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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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求這個 就是這個 警察 可以幫到他申冤 是 那個不是公民責任 是投票的 是嗎 然後呢 菊次郎 都不是 他是激古鳴冤 他這麼說 是 打仗牛的 雖然他崖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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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偽造證據 都不等於李武房的司法公正案 對 真的假的 是法庭判的 而且是兩宗案 對 如果你現在是糟糕 應該要告你 作為一個警察 是無權去做這些判決的 因為這群人真是離譜 老邪臣說得對 黃小虎 當然是看得多那些叫什麼 旁心風暴 我的眼睛就是證據 不過老邪臣也是有些 有些 遇人不熟的 你有什麼理由 去找個幫板去投訴警察 你投訴警察是應該去找 投訴警察科 對 警察投訴 又或者是去找立法會議員 你有沒有理由 對著犯法的警察說 你犯法 對啊 所以那次 某一個選舉 唐英年指著他的對手說 你騙人就沒用 真的好慘 不過這兩句我都覺得好笑 老邪臣罵他 老邪臣罵了菊次郎一句 我覺得很對的說話 菊次郎 你這個愛 舔中國狗屁股的賣國賊 我覺得用中國狗比較多 主要把中國狗換成黃小虎 差不多了 中國虎 但最好笑的是 他說別人喜歡 舔中國狗 他自己用個比喻有趣的 於是石克龍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你日本人來的 你黃什麼河 石克龍是中國人來的 其實呢 石克龍是墨西哥人來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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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清楚 哇 等一下 其實呢 黃河也挺髒的 其實很難洗得出來的 看什麼時代的黃河 現在 那是現在的嘛 是現在嗎 是現在嗎 是古裝來的 是中朝來的 會見到關質的 我不是魏晉南北朝嗎 我再前一點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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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太明白 你們有什麼好生氣呢 老修成怒 講道理 不少人說 就發生氣 黃小虎門那些是這樣的 不是 眼噴火人不一定是生氣的 這句好笑 他狗羊外 狗羊外舌 是啊 為什麼呢 因為老邪神 麻煩你撻著火 老邪神跟他說了 他大哥死了 黃小虎信的龐霸就跟他說 老邪神的話 絕對夠份量 不會作假 所以 老邪神的份量是舊的 不會作假 那所以 小龍慘死了 是真的 說你防他司法公正是真的 那些罪證都不可能是假的 老邪神的份量是假的 是舊的 是不會作假的 那怎麼會作假證據呢 通編呢 我們可以看 側寫到一件事 就是 老邪神砌一個很正直的東西 好啦 那 那 他不覺得 於是黃小虎不小心打著了身體那部火機 決定燒爛你的桌子 再舔多一件事 刑事毀壞 他已經舔多了 但是現在 破壞公物 刑偉 刑偉 沒有破壞公物這條罪 要刑偉 不知道 日本的法例 兩件事 還有他現在企圖恐嚇 刑事毀壞公物 一定有恐嚇 一定有恐嚇 就是 被你們羅撒教 害羞虎的人 還小媽 這是兩回事 是不是 是啊 如果我是老邪神 我就會回應 是啊 在石黑龍之下 真是影響了 真是害了很多人 我們羅撒教 是不是一樣可以這樣回應他 就是沒有用 其實來現在 石黑龍真是水洗都不清 那終於 終於 就是 你看一下 谷次郎真是一條糟人來的 有一班人走進來 即是一班警察或警衛 住手 你看到做什麼 然後谷次郎才說 這裏是法務省 冷靜點 沒有人來就不用冷靜 是開拖的 是滅口的 是強姦 真的 但我們又看到誰是 即是最懂法律的 阿老邪神就說了 聽谷次郎說 如果不是你再加一條雙人罪 你龍虎門最佳一椅 原來終於有人想起龍虎門 一生都是有雙人罪 這個東西的 為什麼今時今日才玩這條橋呢 是不是這陣子 編劇開始在看Death Note 終於 即是開始 應該玩計 透過互相對話 引出對方內心的一些空隙 龍虎門真是很慘 不就是緊要問腸過去 之後呢 之後有些什麼好笑的事情 黃小龍有奇遇 是嗎 說到 一早就說了 上次說他 神武英傑 這麼熟口沒有 不是技巧跟原始天魔 那時候天子一 過功給他們 還是怎樣 那時候催眠了一個技巧 現在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兩個是什麼人 黃小龍你也認不到 黃小龍我當然認得 另外綠色頭髮一個 是洗水經的那個人 有沒有名字 什麼風 岳峰 岳峰 其實就說黃小龍 那個人看到他就出招 岳峰看到黃小龍出招 黃小龍當然是用寒龍十八獎去應付 那岳峰就憑他 憑湯的寒龍十八獎 他是寒龍十八獎 你問一下姓風那位朋友 然後他就憑這個獎 發現到原來他是紅東的傳人 然後他就想當什麼不會的 他就是洗水經 洗水經可以入人的腦 是呀 你是Hacker 黃峰雷那時候送給大家的贈品 設定了洗水經是有這個功能 然後就知道他是紅東的傳人 但是很明顯 這個洗水經傳人 一看黃小龍就知道他不是好人 不受困 你以為找紅東的傳人 從頭訓練這樣 我就會想當什麼不會的 紅東的弟子又怎樣 他教出來的徒弟就不壞了嗎 有道理的 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阿叔 都會餵顏色身性 這一看 就知道他是陷家令 老江湖 那之後就是惡風的回想 養木都是說他怎樣有其餘 然後應該是整容失敗 小小時候還好樣子 整個葉敏年輕的時候 我講漫畫葉敏 但是練一下練一下 那份工 我要練好這份工 結果練一下練到現在 綠 變成什麼 綠魔 那樣子 講到他晚年得了 有個女兒 被神母英傑混了 原來神母英傑就是為了 想套他洗水經 而接近他們父女 因為他女的樣子有點像馬小玲 即是髮型 可能淫娃 差不多 演員的檔期很難遷 不是呀 像小醉娃 像小醉娃 對呀 這樣就對了 沒問題 來來去的那幾個演員 搞到惡風這麼多年都不相信人 被人孕育了 不過惡風很少 因為當年洪東救過惡風 那不知為何救完他之後 要傳他三色行獎給他 傳完他都不緊要 放下身 不不不 傳 不不 傳你骨格精奇 我這本原來神獎就兩毫子 傳完他都不緊要 然後惡風也是好人 他就說 不如我傳回小水經給你 那 紅東又拒絕 因為丐幫規定 丐幫他弟子 不可以思學別派武功 但你可以把自己猛派罪 我這樣就當收徒弟 我覺得有點反轉了 不是韓龍十八獎才不可以隨便傳給人 應該是幫主 對呀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隨便傳韓龍十八獎給人 沒有的有錢就大家一起找 當全世界都懂得用韓龍十八獎的時候 韓龍十八獎就被狗淡了 我傳三色給你 再傳三色給司迪 再傳三色給阿添 再傳三色給阿添 那你們就以為自己才是圓滿正宗 你們就自己打打殺殺 最後十八獎都認識 只有我 我以為你是搞那些什麼陳亞式推銷那些 接著我回想就講多一半 下回再分解 鏡頭又拒回黃小龍 黃小龍又跪在他自己的靈位 黃小虎又跪在他自己的靈位 在那裏 跪了兩格 我想他都在等 等著 等著韓桃過來 帶了很久 快點 還不過來 交足氣 然後韓桃就說 以至超常沒有用的 我們應該 那些下 應該 其實這一段都很有趣 小虎在那裏 然後他全身震了 畫到在第28頁 然後 有人不走過來 沒有東西啊 他練腳的 那隻手撐著就累了 上次他跟 舔狼打的時候 他明明腿王 校盤都不夠人家找 膝頭軟骨磨蝕了 可能是 忘了吃那些什麼 然後呢 有隻手打過來 小虎 人家都沒有說 我沒事 為了大哥我會震撞 然後就立刻站起來 可能其實韓台打算跟你說 你跪了兩分鐘而已 不是 他就說 哎呀 你鬼都知道你不開心 不如我和你一起拜 但是你又站起來了 那我都不好意思 你不要跪得那麼高 跪下來 壓壓 他就立刻假裝了 你叫我不要起床 你真是 你真是 那就立刻兩個 振作 決定要花肥份 迷力量 練功 為王小龍報仇 我是韓台空姐 哇 不是啊 我很想說 如果這一頁 即是第28、29頁 假設我是二次創作 把對白語重新配過 就是 王小虎正在跪著 然後 一望就是 韓台搭著小虎 然後 第28頁最好 他不是很生氣嗎 按著我站起來嗎 不是他就說 你幹嘛叫我 我還要 不是 你幹嘛叫我 導演還沒叫咳 然後 你這樣按著我 然後韓台說 是呀 我是要按著 然後兩個人開始大打出手 他就說 我就是不貴 然後 你對你大哥再尊敬一點 我就打你 就是這兩頁的故事 他也有交代了黑龍在哪 黑龍在香港遇上了一點麻煩 這樣 哦 共勢會有一點事 其實是遇到更大的麻煩 對 跟同好 他說遇上些麻煩 共勢會是些些麻煩 什麼滅世的 或者跟那些有共同興趣的人 練一下棍 那 接著到 再生那期 其實就很老套 又是龍虎門傳統那些 那些人行動失敗犯錯 就一定是要回去受罷 這些就是千古不變的 又是那些教主怎樣懲罰 然後激勵他 那些 總之東方龍 胡欣威 龍一郎 那些雙妖 雙妖 雙妖 全部都 叫做 又懲罰完 又給他們一個機會 這樣 等他們再強化去執行 最後一次的機會 這樣 雙妖那裏比較有趣 那幾條老爺反而就 傳統做法 兩兄妹一直說要找那套陰陽 陰陽 陰陽 寶 秘典 原來練那些方法 我覺得這個 突然有條想法 要他們兩個交合才可以練到 有一點以前龍虎門的味道 小龍小虎 是妖王妖后 我反而覺得 其實 小龍小虎都應該可以練到的 兩兄弟 不是 陰陽 狗陰 狗陽 那應該更厲害 我想說 其實 這一段 其實 這個世界上 沒有這一套武功的 只不過 邪臣想看他們 兩個聯倫 異創了一本 硬被驚訝 其實他都說得 都很有心機 整本被急寫出來 為什麼他不上網呢 近親雙街已經很流行 上網不是 跟真人看 真人也是兩回事 你喜歡灰灰的膚色 上網找到 結果 他就說 修煉此功 等同懲罰 不煉就是抗命 要不就 要他們聯倫 要不就是 要他們聯倫 而且兩個 交合後練出來 都可能死敢見 所以 都很大犧牲 大家看到了 阿妹是想練的 阿哥是不想練的 因為對白是這樣 阿哥說 交合彩寶 教主他 豈不是強迫我們兄妹亂倫 然後阿妹就說 哥 不要說了 然後開始淫笑了 十六頁 偷偷地笑 但是 唯命不俊 天下雖大 恐怕我們容身之地 然後阿哥就說 兩個只能活一個 鬼才練這個 見改的陰陽秘典 八個日 我再讀解 讀清楚一點 其實阿哥也是想練的 但他覺得 如果搞了妹 他就應該很沉迷 所以如果 一定會死一個 就不能再搞下去了 他是不是覺得 李中興才應該練 哈哈哈哈 不是鬼才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才不練者見鬼 哈哈哈哈 不是鬼才練 好厲害 哈哈哈哈 我看到這裡 我覺得 你讀我 我不記得 Exactly對白的 這是中國武俠 才會出來的概念 天下雖大 走不掉那些 你現代 羅莎加去日本 你就買機票 你就飛去美國 你說以前中國的 魔俠小說 你才說 中原那裏走不出去 不是 你投靠維基解密 都應該 找找阿桑奇 他現在好 他現在都沒被人引導 對 不錯 其實我懷疑還有一格 他不夠版本 沒有寫 黃白可能就會 加多一句 只要有愛 就算是哥哥 都沒問題 哈哈哈哈 這些是你的作品才有 最近看見 輕小說太多 但這些都不好笑 一去龍虎門 就開始好笑 始終 這些都是 差一點點 首先 因為其實上一期 就說黃小龍 被人家揮手 給那個 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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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 吊完了沒有 你繼續說不用吊我們 那這傢伙呢 起初我以為他吃人 因為有周地骨 屁股有壽司吃 可能很慘 吊了一整部 塗了很多芥末 這樣就很慘 酷型 由這件事我看到 其實羅薩教的善食 真是不錯 最少對死仇 這個一看最少都是 不是蟲的竹 這個拼本 你弄清楚 可能是名將來的 酷型來的 我見不到午餐肉 沒有午餐肉 不見紅豆軍藍 不見白飯壽司 可樂糖呢 沒有可樂糖 他這裏有些什麼 白飯壽司 是呀 白飯壽司上面是 沒有下醋的飯 下面是醋飯 那就是白飯壽司 他有 中華沙律 不知是什麼 八爪魚 不知是什麼 蝦 三文魚 帶子 不知是什麼 和不知是什麼 會不會白街 不要緊 隨便 這個也不是最好笑 當然其實善食都不錯 才有飯下肚 對 首先 黃小龍 問來拿去吃 也很沒禮貌 對 真的很沒禮貌 給我吃 這些是不是問來拿去吃的 態度 他做關小爺仔 覺得全世界都要這樣服侍他 不過 不過 終於 終於 編劇是知道 黃小龍的真正身份 是一隻狗 然後鱷鵬就拿起一塊壽司 然後就扔到地上 撕捨給你 然後就扔到地上 哇 應該是名將的 這樣扔到地上 那一塊壽司飯 不能散 一般來說 手握壽司 怎麼練都一定跌 兩塊都散 你這樣扔到 應該用膠水汁的飯條 不是落草 水蒸飯 然後 黃小龍有點驚訝 然後 鱷鵬就問 狗是怎樣吃的 然後 就龐巴鵬 嘔 好像狗叫 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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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就跪在那裡吃飯 就是這樣 終於都揭破 黃小龍和黃小夫兩兄弟的身世 我覺得最慘的是什麼呢 黃小龍 認了低胃扮成狗食刀 最後還要加一句話 你可憐過我 我反而同情得你多些 喂 你要認 你就不要吃夠飯 你吃了 就不要扮成狗食刀 麻煩 而且 他說你可憐給我做得多 那又怎樣呢 你現在都在這 這又是動物龍莊來的 而且 他怎麼看 明眼人都會覺得這個樂風 是受害者 黃小龍自己也是 為何要用這種態度去對這些前輩 那他真是一個混蛋 你也不是今天才知道 我買的 那囚犯有時互相欺負 互相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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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劇情 完全不出奇 黃小龍不是大麥來的 那被大傻打就很合理 我以為他是老婚 大麥怎麼跟老婚同妝 我不是入貓 入錯了 哈哈哈哈 接著就 接著就 接著又是好笑的 那去到中華街 那看到那個獅獅 即是那個 什麼什麼 好像關流星 那個叫什麼 金牛 金牛的姐姐 金獅獅 對於黃小龍的 靈位發呆 對啦 不是一直都遮住 他的靈位的名字 不是不肯定是黃小龍 可能是黃 黃尖龍 哈哈 接著網廊珠齊 和那個馬青虎 就問他一個問題 喂 你認識黃小龍嗎 你對著他的靈位 發呆的 接著 那個獅獅就開始 很疑惑地問 他真的是黃小虎的哥哥 接著那個馬青虎就說 是呀為什麼這樣問 黃小虎都 不是那麼傷心 這個是我們有版有Post 我上留言版那句 特意CAP這格出來給我們 對呀 真的連 不是很熟悉的人 都覺得 對呀 哥哥都死了 他又不是很傷心 哦 真是挑通眼眉 真是挑通眼眉這個獅獅 他不認識他們兩個 即是他不認識黃小龍和黃小龍 但他知道他們兩個不同 馬青的 真的是 這個是真的嘛 黃小虎對這個 同富二武的大哥 不like到外面 就惡人都看得到 不是 以前我們一直都被他蒙騙了 以為其實他真的好 即是 怎麼說 很關懷他哥 不是你被電影那個誤導了 電影那個設定誤導了 以為是兄有弟公 不是呀 其實應該是這樣理解 以往其實他們兩兄弟真的好 有一段時間黃小虎不妥 那終於都好回來 透過什麼好回來 就是他女死 黃小龍不妥妥 是啊 透過什麼好回來 就是黃小龍淚死了微娘 那黃小虎當然是不妥他 是不是阿屌你 我老爸走去滾 得罪了你媽 你又走去爭勾我媽 現在我媽媽這麼關顧你 你老尾又要累死我媽 那我當然是爭回你了 反正我都無親無故了 現在我不爭你爭誰 大哥 對不對 那我老爸又坦了 對不對 我甚至乎不知道他老爸好不好爭回 那我唯一的親人就是你 那我當然是爭你了 那你又死了 那我以後還爭誰 所以他現在真的沒了表情 那他證明這個是靖後裙 斯德哥眼魔靖後裙 是真的發生的 為什麼 身邊的人他們跟黃小虎不熟 開始幫黃小虎打鬥了 嗯 那馬青那就說 嗯我想黃小虎應該把他 那種悲傷抑壓下來 積極 引導自己怎樣 積極一點 去為他 完成他大哥未完成的使命 然後 阿思思當然 聽到什麼歪 什麼事物啊 食盡天下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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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呀 對不對 那當然啦 那個思思就是 聽到你不是歪了 你可以質疑的啦 不是就是為了所謂的正義 根本就不需要 即是怎樣 連條命都沒有了 那個武當諸邪 你開始指責別人了 對抗邪惡 不是 是不惜犧牲 拯救更 是 是為了 不惜犧牲拯救更多的人 這個就是正義 然後還會悶嗎 崇哥的精神 你不懂的 哦 我明白啦 那就是說 咦 咦 香港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真是奇怪了 明明你把老婆推出 說是老婆僭建 但為什麼梁振英 都不是很傷心 哦 他只是抑壓自己的情緒 希望可以為香港做實事 就是為了所謂的設施 根本就不用把老婆推出 我可以對抗泛民 你不懂犧牲多少都要做的 這些就是正義了 崇哥的精神你不懂的 一忍無揚 但是這件事最可怕的就是 阿詩詩都開始認同這件事 這件事 國民教育就是這麼簡單 寫得婆叉 我寧願他繼續不認同他們這種思維 在這班傻佬之中 他作為一點清傳的存在 反而好一點 我覺得蠻好笑 這樣一向都很好笑的 這本書 我覺得 都是 怎麼說 沒有個好人 你都沒見 你去送笨 你不會質疑孝子 為什麼你不哭 都沒有 其實他本身都已經 都沒有禮貌 是呀 立身不良的啦 假設你有個朋友 有些不幸的事情發生 但他來到也是嬉皮笑臉 你是會覺得奇怪的 是不是 你是會覺得奇怪的 他也不是兜兜面問 他私下的存生 為什麼他都不相感 就算未必哭罵情緒都很正常 完全沒有這些跡象 之後那幾格都是說黃小虎那些人 怎樣揣摩那些邪派的武功 不值得提 不要笑的 不是呀 其實他這裏同時已經暗示 妖皇妖后在修煉陰陽秘典 因為妖后已經在撲進去準備 其實是個過程來的 暗場交代了 黃小虎看到他們練功 已經預計到數字八旗的 他知道羅薩教教主 應該會讓他們練陰陽秘典 而他們又決定會做 於是舊主好像沒有這堆東西 不是類似的巧合 然後又走到新角色出來 一個人去中華街挑機 嘩這件猛鳥 他就是 情花開開燦爛 情以世兵蒙 嘩我想說 周星馳那個都是日本段水流的大師兄 那個叫什麼名字 陳林國斌 是呀是呀 都是大師兄 這個是厲害 日本段水流的門主 大家知道他有多厲害 還要姓立花 可能跟殺手有些關係 是呀 那些閻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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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 但他本來本來就是想挑黃小虎機 誰知道有人做駕倆 就是我之前一直很懷念 就是失蹤了很久的克仔傑 不過他們那些對話真的很好笑 首先看到有人來黃小虎 就是他賤人 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大家都知道他 人多他又不敢打 人多我就喝杯茶 對面都不是 沒有報警 我當然明白了 你想說 又在這裏側寫了 龍虎們和黃小虎這一堆屌 是屬於邪派 是黑社會 我們一般想 如果有客人來 例如我們studio 突然有人按鈴 我們不會一看到那個人就是 來者不善 你不會這樣 你當然會覺得 這些人一定是來踢館 尋仇 或者對你不離 你才會說來者不善 然後再加上 你一個人是吧 我這樣也好一點 你多幾個人 我就不跟你玩了 斷水流 瞞主就不是流的 他不回答他 就是問誰是黃小龍 你是不是尖培宗 他問黃小虎 誰是黃小虎 你是尖培宗 打 當然了 黃小虎那班賤人 也不會回答他的 先說你的目的 但我覺得很奇怪 你說人家來者不善 那你問你目的 那來者不善 難道是跟他打碗喝彈 打碗喝彈 其實也是問問你 是不是姓詹 Jesse有 其實我是旁邊的 我剛剛打算切一塊豬肉 然後打算去醃 但又忘了拿醃 不小心拿刀過來 當然也很好笑 別人問完他這句話 斷水流門主就覺得 誰回答我就是黃小虎 你是黃小虎 黃小龍 黃小虎 他找黃小虎 然後也是那句 因為他沒有回答他 是甚麼人 黃小虎當然不敢出手 找黑澤傑出來 哈哈哈哈 那就變成刀決 接下來這一場 這個有點像 舊著 那時候 龍虎們第二次挑羅撒基 教基的時候 就是無厘頭 有個刀嚇 那時候是 甚麼劉柏 你忘記了 就是晚上來偷襲他們 整班 師傅年紀的徒弟 全都是用刀 那時候就是 石鐵 石鐵剛剛練了 用靈火古劍 那時候就被他威風 黃小虎好像那段時間 是 被聖書老師先生吸完工 但是這次就不是了 就是沒有人損傷的情況下 黃小虎就自己閃到一邊 純粹踢黑仔傑出來 授把 其實呢 黑仔傑就死定 或者輸定 知道你為甚麼嗎 為甚麼 龍虎我跟潮流的 你只有3G怎麼跟別人玩 每個人都玩4G 黑仔傑選了一隻有左手 那你只有3G 當然不能玩了 輸定了 只是速度也不夠玩了 真的慢很多 用3G 有些地方收不到4G 那他們這些是 日本中華界應該收到的 總之 那事實上也是 收PHS 那事實上也是 這個經濟絕刀的立花千頁 速度是快 只有3G的黑仔傑 沒有問題 郡妖也是只有3G 後來後期也很厲害 你想想 黑仔傑 剛剛才在地獄一般的地方逃獄出來 死我翻身 他衝出來 小虎沒那麼空招呼你的坦角 等我這個龍虎們三流角色來打發你 對素 第一 黑仔傑在這段時間應該讀了一個Course 他開始重新認識到自己 真的只是一個三流角色 認識自我的課程 認識自我的課程 自我增值 他終於都沒有任何 identity crisis 他找了Winnie Leung做人生教練 好啦 那接著 因為未知這個立花千頁有多厲害 那麼韋陀就問 小虎 放心吧 傑仔有信心 我們做GD就夠了 黃小虎這些傻子 喂 你又不知道他經歷了什麼 他只剩下3G 你又有4G 你都不能幫助 人家還擺明是為了找你 你竟然是 你搞了 你這些跟邪派有什麼分別啊 等於收數的上門 明明是找你找數 但是你媽媽出去幫你頂你就 拚了雙手算 對呀 人家 這個跟我出來 然後就推了甜筒輝 這樣 真的 有名你叫他都黑仔 真是黑仔 很慘 很慘 不算是高級 不適應做氣氛 他在龍虎門裡面的角色 是不是做擋殺的角色 還有最後呢 很久沒見過龍虎門 是會這樣 甩漏的 除了角色之外 連刀都變得透明了 滑漏了 厲害 很難得的 刀柄消失了 哦 他應該是落色的時候 潛建的嘛 刀柄 先封住了 封住了 封住了 不知了 即是出修訂本才改 好 沒錯 今天講了三本 即是 娛樂性很豐富的書 大家有興趣 不是 是三種情緒來的 即是怎樣 怒 憤怒 哀傷 沒有喜 有怒哀樂 我們應該一開始講一本喜 應該最初怎樣 無論五秒十秒也好 都應該講一本喜羊羊 那現在就 還未集塵 差一點點 補回 小劉文 隨便吧 小民老師 你想要起的 今個星期五又可以給你起的 有什麼書 你看完那本就起的 我不起了 那本我沒什麼興趣 不行不行 我對大武為人的 太假了 真是梁振英 對唐英年 每個人都 回到下星期五先 不過呢 提提大家 明天的八點鐘 就是我們直播 電動炸那邊的最後一集 之後大家就請繼續收聽 九點半 十點 有些事要延遲 十點鐘 星期五十點半 就是唐英年對梁振英 今個星期再見 拜拜